当中国试图要透过灰色地带去制造冲突跟对立时 台湾是不是应该仿照菲律宾 要不定期对外公布影像 这个动作在于防止中国单方面权势事件 面面去误导国际舆论 因为真相绝对不是中国单方面说了算 所以这个部分台湾是可以赶快仿照菲律宾的方式 拿到话语权 至于最新的发展当中 我要告诉海南有关人朋友 其实中国在昨天18号宣布要在惊吓海域 常态化去执行巡查的一个行动之后 就在今天19号上午当中 已经有四艘中国海警执法船只 就在惊吓海域的附近在航行 其中最大的船舶 它的长达大概有92公尺 也就是说中国要对外去传达 我宣布要在惊吓海域常态巡查 好像不是说说而已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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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